大家好我是朱主任 很久没有发视频了 然后就是一转眼 今年已经大年初几 初七 给大家拜个晚年 今天是大郎和我爸妈 我们一起出来逛一家 看有没有看到眼熟的东西 这不是你的吉祥物吗 牛年 原来是牛 这个牛看起来有点笨 行吗 还可以 我觉得这个还行 挺软的 那买一个 你要这个我要硬 你喜欢硬的是吗 我喜欢软一点 然后正面是凉 正面是夏天的就比较凉 你干嘛你这样产品 正面就比较软一点 除了枕头以外呢 我还买了一个这个杯子 我本来反对了 他说我抠 我说那算了吧 就12块钱 很淡雅 但又有一点高级的感觉 但是家里实在太多杯子 是不是很好看 就这个睡衣就稍微有一点点小性感 就这样就身为劳动成果 因为家里的杯子其实真的挺多的 我给大家找一找 和纸是挺多的 我还以为都可以开一个展览 这个是在台北湖宫哪个 这个超贵 这个多少钱 这个好像有600多吧 接下来我用这个杯子 做一个那个米湖泡 然后还有过年买的这个橙子 也快要烂了 然后趁它烂之前呢 我们一起沾一个米湖泡橙汁 我觉得第一步就是开始炸汁 这我妈已经帮我处理好了 米湖泡 我的小助理 最复杂的过程全部完成 我的小助理已经帮我把米湖泡剥了 然后放进来 本来我是想说我录一个完整的过程 我妈就是好心办坏事 就全过弄完了 我只需要打开开关 这太假了 这张视频太假了 希望你成功 这能有啥不成功的情感 我觉得有点少的牛奶 你吃吃呢 先把榨好的牛奶和米湖泡 先放到我们这个新买的 精美的杯子里 能拍得到我的脸吗 因为我的脸是这个整个视频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亮度 你拨橙子技术真的是相当一般 因为我一般都是吃的那一个人 我就不干这些粗活 这话倒是没错 你不应该反省一下 还不以为吃翻译为肉 也是为了尝试做一下美食博主 所以说开始 可以说人生第一次拨橙子 拨成这样我觉得已经挺好的 你扯一下够浓吗 是不是有点淡 真难喝 那你还是不要加到那个里头了 你尝尝 味道很奇怪 复一 可能它还不够甜 我们再加点蜂蜜 少了吧 那点分 这本来就够甜的了 差不多就熟了 太浓稠了 这个绝对健康 是不是 这上面就写着健康两个字 我来尝一下 哎呀妈真酸 你尝尝这个就没有加任何东西 就是蜜猴桃汁 哎 更酸 太酸了 前两天我去那个健身房 准备去健身 然后那个旁边有个教练过来 他看了一会儿 他说 你这个我建议你先不用这么着急 做这个器械 你可以先尝试一下自重训练 然后呢 我就决定 这段时间先从家里面 先自己 自重一下 在家里我先自己自重一下 就像比如说像平板支撑这种的 这大屁股 很累的 更持久 更持久 都是一样子的 这是什么啊 它就是全空的 就是这样的 四点支撑 下一个动作 平板支撑 一组 三点 我已经累了 三十秒有点累 红鬼里 有一封秘奏 这个很累 不要踏腰 真不止 可以了 今天已经挺自重的了 有点头疼 运动多了 我觉得有点多了 行吧 循序渐进 希望你能够坚持 想来 可披嘴 如果大家觉得我非常辛苦 可以帮我点一个赞 谢谢大家